自然疗法 心得分享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谈的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 Sleep Apnea 这是一个蛮常见的毛病 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的毛病 同时是很多很多慢性疾病的源头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几乎没有人失眠 因为他怎么睡都睡不饱 一睡下去就马上打呼 打呼以后呢 氧气就不够 他这个里面有个怎么睡都睡不着 那个字打错要睡不饱 助力不集中 容易打瞌睡 白天觉不醒 曾经头痛打瞌睡 晚上常常尿尿 起来尿尿 反射有时候被自己的 憨声瞎醒 那 外人看他就一段时间没有呼吸 或者打呼超自然 这样 那么睡眠呼吸中止 他事实上分中枢型跟阻塞型 那么阻塞型 就是 他的这个舌头往后掉 或者呼吸道太窄 前用锤 阻塞等等 他是阻塞型 会打呼的声音很大 会打呼的声音很大 那么 这个中枢型 有时候打呼的声音不见得那么大 中枢型是脑细胞有问题 脑细胞这个脑干的这个睡眠中枢 大家看两个长条型的 叫呼吸中枢 跟吸气中枢 他是管我们的肋肾肌跟恒格膜的 他这里没有放电 没有放出电波 所以 我们要诊断 周边型跟中枢型很简单 你就 用一个简易的这种 睡眠呼吸中止 检测仪 一个带子 下面那个是绑 在腹部的带子 另外一个带子 绑在中间那个往胸部 上面那个呢 就是 放在鼻子那边 侦测他有没有气 如果他的 腹部没有动 恒格膜没动 肋肩肌没动 鼻子没有气 这个叫做中枢型 就是 肌肉都没动嘛 那么这个中枢型跟周边型怎么分呢 周边型就是 不一定会发生问题 他就是打呼而已 比方说 我示范一下他的呼声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打呼 可能很大声 他不见你如果测他的 血氧浓度 他不见得会降低 这种大概就是吵到人而已 那么 这个叫做打呼 snoring 那么 阻塞 周边型阻塞是怎么样呢 他是这样 这样 这个叫做 周边型阻塞 就这里 舌头往后掉 卡住了 他有呼吸 肋肌肌 痕膜有动 那个中枢型是这样 中枢型 他是这样 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隔了好久好久好久 你看到他脸一直变黑 变黑变黑 你正想说是不是踢他一下 会不会死掉 他忽然间就 这个叫中枢型 好 这个一看就知道 一听就知道 那么如果你夹一个 那个 spO2 血氧浓度计 你就看到这血氧 99 98 97 96 94 95 90 然后呢 到了89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到85 左右 他脸都黑了 这个就是缺氧 应该是使用度很高的时候才 刺激他 对对对对对 没有错 使用度高 因为人脑不能缺氧 我们的人 被人掐住脖子 三分钟人就死了 所以千万不要去试 有人做一种性游戏 好像把脖子掐住 有时候不小心就死了 因为人体 大脑占体重的百分之二 消耗掉百分之二十五的能量氧气 氧气够不够 看那个溶氧气就知道 HbO2 正常是99 96以上 那么 睡眠或吸中止症的后隐症呢 常见的就是脑续胞缺氧 你缺氧的时候 就没有自己修复的能力了 各种精神疾病神经疾病 智力神经失调都会出来了 甚至四肢症脑细胞 阿兹海默症 巴基酸 全部都有可能跑出来 它的这个原因就是说 我几例来讲 你一部摩托车 你看它的黑烟很少 可是你把它的洞口塞住 塞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塞了百分之八十 它不是熄火就一直冒黑烟 氧气不够嘛 你氧气不够 二氧化碳过高 它就 我们的车子就 引擎就发不动 跑不动啊 上坡没有力啊 我们身体也是一样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氧气不够的时候 二氧化碳又过高的时候呢 你身体基本上 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 该做的 好的胆固醇也做不出来 尿酸也排不出来 胰脏也分泌不出 胰岛素等等 很多病都跑出来 尤其是脑细胞本身的退化更严重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图 市民呼吸中止症会产生什么症状 第一代谢症候群 血糖高 三酸肝油脂高 甚至会肾功能受损 洗肾很多很多 患者很多都是这样 想要去洗肾了 不过来我这里就不用洗了 这样 还有糖尿病 阿滋海默症 眼睛看不到 基本上大概全部都是 非常严重的毛病 它治疗的方法呢 也是一样 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清气热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岁人的正常脑脑 一个19岁的正常脑脑 是这样 这个蛮漂亮的 好 这边有一个61岁的阿滋海默症的脑脑 他为什么脑细胞这么少呢 好像灯泡都死光了 坏光了这样 因为他脑细胞一直缺氧 睡眠后细中止 睡不好 死亡 最右边那个是 类电粉堆积 阿滋海默症就跑出来了 脑一直萎缩 你照电脑断层 就会看到脑萎缩 MI也会萎缩 萎缩 萎缩到最后 右边是萎缩的 左边是正常的 右边是萎缩 这个电脑断层 这个右边也是萎缩 这个人他有什么症状呢 他叫出门会迷路 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一定要人带 你跟他讲话 问他早上吃什么 好像我还没吃这样 他就忘光光了 讲过的话 一分钟前就忘掉 几乎脑细胞死到 正常1500亿 我看他可能剩不到500亿 这个人呢 老婆是这样 那我们给他做高压氧 没有效 做这个 去体验管系勤也没有效 都没有效 然后呢 甚至治疗以后效果也不明显 所以不是 如果已经到重度阿兹海默症 其实要逆转是不容易的 就好像人 切痒 心脏停止跳动 死了以后是不会复活的 这样 所以说 百病同言嘛 睡眠呼吸中止症一定要好好的治疗 然后呢 他的有些人会肾功能受损 为什么会肾功能受损呢 为什么会肾病变呢 因为 这个就限制到我们脑的保护机制 肾 这个他有一个肾血管嘛 他每天都要过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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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那么 那么 当我们缺氧的时候 我们的脑细胞 就开始打这个肾脏的主意了 我们一缺氧的时候 首先是我们的脑细胞就 心脏啊 你跳快一点 跳快一点 好心脏就跳快 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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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快的时候呢 胶感就要高 胶感高 心脏才会快嘛 所以你人就浅沿喔 或者是 心脏说 心脏你高 心脏跳快 我还是不够痒 你就把那个 压力增加一点 血压就高起来 这样 然后呢 你就是变成 因为胶感高 容易人就会流汗嘛 就倒汗 很多人一睡觉就全身是汗 这个叫做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 一个并发症 倒汗 还有呢 就是浅沿 因为胶感 副胶感高才是睡着嘛 胶感高就是睡不着 很浅沿 人家进来他都知道 闹钟还没有响 他就先压住了 就知道闹钟要响 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 他这个 血压高 不小心去量血压 量血压 就是 血压高 就赶快去看心脏科 高到180 200 很多人是这样 那么心脏科 不看还好 看的话 他一定是给你降血压的药嘛 心脏科不开降血压的药 他要做什么 当然是要降血压 好 那血压降下去 心跳也太高 Propanolo开一下 血压降一下 好 心脏科医师的责任完成了 他并没有解决掉你的 睡眠呼吸中止 他只是解决掉你的高血 我们叫做治标 好 不治还好 不治医生说会中风 没有错 血管太高 血压太高 我们的血管会爆掉嘛 你治了以后呢 你晚上回去 你还是睡眠呼吸中止 不会因为血压降了 就不会睡眠呼吸中止嘛 因为那个不是原因啊 好 晚上好气就来了 结果医生 那个脑细胞说 哎 心脏也跳快一点啦 我缺氧啊 你不快不行啊 心脏说我跳不起来了 我快不起来了 那你血压高一点嘛 我高不起来了 高不起来脑细胞怎么办 然后就打肾脏的主意 肾脏 你很耐缺氧 因为我们的肾脏捐给人 36小时保养的好 保管的好 种回去还会活啊 好 所以肾脏很耐缺氧 所以肾脏一缺氧 就麻烦就来了 因为我们很多人 蛋白尿 血尿啊 这个这个 尿酸就高了 因为我们的肾脏 就很多肾丝球嘛 肾丝球就是 把这个脏的血 经过这个肾丝球 好 然后把好的东西 收回去 坏的排掉 好 大家看这个肾脂球 有这个小孔 好 久了呢 肾脂球就顶伏在罢工状态 好 他没有养我怎么工作 他没有办法 排尿酸 好 如果这个洞 越来越大 就血尿就跑出来了 好 肾脏 它会慢慢坏掉 有时候会不肯腻 一万个 两个万个 一百万个 肾丝球一直坏坏坏 坏到最后 Clatinine 基酸钢上升了 BuM上升了 医生说 你小心哦 你这样下去 可能会死肾哦 可是肾脏科医生 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他就只好等了 等什么 等到有一天病人说 需要我的时候 我再来帮他 不然就先做一个人工血管 对不对 要洗肾的话 才不会找不到血管嘛 好 这样就是很麻烦了 就是常常 我很多病人就这样 不听话 不用我的方法 就跑去洗肾 那新陈代谢症候群也是啊 那新陈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 三高里面 它也是以糖 血糖的 这个 这个为基础 代谢症候群 就是说 有时候 我们的血 血氧太 顶脑细胞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打胰胀的主意咯 胰胀是干嘛的 他就是要 吃下的东西 他就分泌这个 白色的这个葡萄糖嘛 他就分泌有T字形 好像钥匙孔 钥匙一样 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呢 就会 插进这个钥匙孔 然后把这个洞打开 葡萄糖就跑进去了 这种人就是没有糖尿病 正常 那么如果有一天呢 他这个胰岛胰脏 他的血液被掉到脑去用了 他就 没有办法好好的制造 胰岛素 或者制造的胰岛素有问题 就好像钥匙坏掉了 打不开我们的 没有办法插进去了 这个虽然有胰岛素 可是呢 这个洞打不开 门打不开 门打不开就麻烦了 后面还会提到糖尿病 所以说 我们怎么样治疗 睡眠呼吸中止症呢 看 睡眠呼吸中止症 看到谁的手里 内科医师呢 就是 看你有什么 上山肝尔子 内部 那个什么 胆固醇 控制一下 还有最重要的 看你严重程度嘛 反正去测一下睡眠呼吸中心 就是给你带吸泡嘛 带到老 每天带 可是大部分人 大概八九成都带不住 买了不会带 那么外科医师呢 就会看你开刀咯 舌根开一下啦 气管弄一下啦 脂肪拿掉啦 鼻甲弄一下 开了十几个刀 好像都没有什么效 我还有最近有一个患者 他被开了十几次刀的 最后还是一样 好 打汗少一点 睡眠中止 中枢型度没有少 听不到什么汗声 还是在打入鼻 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 就是 神通饮食 为什么 因为脑细胞 像前面讲的 他已经不会代谢葡萄糖啦 其实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他勇敢的 断了糖 把脑细胞的燃料 变成 变成这个 糖 睡眠呼吸中止症 通常都有九成以上都 跑回来 变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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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变成糖 还有就是吸进去把酸排掉 然后呢 做热疗 把酸排掉 通常这个是我们的标准处方啦 那么 睡眠呼吸中止症 我们整个完整的来讲呢 他原因有哪一些呢 第一 有可能是过敏炎 清湿脑细干 脑干 呼吸中枢 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要再重复讲 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讲的肠肺脑落 因为 过敏炎跑到脑部去不得了啊 跑到管情绪的 就过动 跑到这个前额 就是自闭症 跑到这个 管运动肌肉的就是妥瑞嘛 还有就是脑干没有办法好好利用葡萄糖 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讲的那个 听一下 第二章就是葡萄糖中毒 就是我们人脑细胞就是我们不是讲过吗 你应该要吃这个 淀粉葡萄糖占能量50% 然后 脂肪就是同体占40% 这个体力是正常的 可是很多人都是大量吃 几乎脂肪吃不到5% 10% 大量吃淀粉 水果 馒头 包子 地瓜 马铃酥 水果 整筋的吃在饮料一次喝 都是这个引起的 葡萄糖中毒引起的 所以要吃 长糖生酮饮食 低糖或者断糖看你严重的程度 这个就是糖 正常的人 脑这个PET 症子扫描是这样 通常都会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或者脑部疾病的人 像右边那个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所以说脑干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就没有办法放出指令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生酮饮食这一章 就是这个 要做一个脂肪要吃到够 生酮饮食的目的就是要减少酸的产生 把葡萄糖燃料变成铜 再来 顺便呼吸中止症要治疗的话 就是要考虑到 它细胞内过酸跟自由基过多的问题 后面也会提到 细胞内太酸 脑神经就没有办法传导 所以说第六集细胞内酸中毒 大家也重复把它看一下 还有青分子医学怎么样排酸排自由基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的脑细胞里面 它的酸减值应该维持维碱性7.2 如果你太酸的话脑细胞就放不出电波了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再来就是要吃到好的原料 必须脂肪酸 Omega3要吃到够 369里面的3 总量要够 必须脂肪酸也要够 所以说前面有讲过可兼油跟不可兼油 通常你只要油脂有吃到够 很多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就会好起来 甚至有些人倒汗的 有时候几天就整个就好起来 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寡凸细胞修复脑神经的 你修复它就是要原料 原料就是脂肪酸 所以说睡眠呼吸中止症 肾脏科就帮人洗肾 因为到他手上肾脏就坏掉了 他只好洗肾 那么新陈代谢科 他也不是管睡眠呼吸中止的 他就管你的三酸肝 也有指胆固醇血糖的 高血压糖尿病的 那么他也很静泽的去开药 对不对 阿滋海默症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药可以医 可是他也很 这个神经科医师 也是很负责任的 跟你做电脑断层 还有这个MRI PET 照照照照照照 照到最后跟你说 很抱歉这个没有药医 不过他也是尽了他的责任 还有就是眼睛看不到 越来越模糊 这个也不是眼科医师的事情 谁叫你身体搞坏 对不对 他的源头很多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么他的治疗在我手里面 很简单 就是断糖生酮饮食 去找一个亲戚来吸 这个诊所里面我们没有放亲戚 他自己要想办法去找 还有要去做一下热疗 把酸跟滋油剂排干净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很简单的疗法 其实好 各位如果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你用我的方法很快就没有了 像我这个有一个医生他在住国外 我在国外演讲他来找我 我一眼看到这个人怎么这样 脸好大 然后呢一看就知道肋固醇吃很多 我后来他找我飞来台湾 他说他有叫做 那个叫做纤维肌痛症 一直吃止痛药止痛药止痛药 累过去一直吃 一不吃就很痛 有睡眠呼吸中止有痛风 有糖尿病才40岁 对啊 膀胱过冬一个晚上要起来 尿五六次有异味性皮肤炎 他的脚是这样 尿酸常常被医生开刀挤压膏 你看他的脸大成这样 他有跟我说这个照片可以用 不过我眼睛不要遮没关系 不过我还是帮他把眼睛遮起来 你看他的痛风败血症什么病都来 他在我们这边测脑波一看 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脑波 一看就知道 那个好像左边的占卫金排排站 一看就知道 你看好像兵马俑一样有没有 这个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电吸脑波 以后用视觉机器人都可以看了 治疗以后有好一些 吸完氢我叫他一天吸五个小时 他的这个吸完以后 他整个脑波有变化 今天我就不做详细的说明 脑波就是降低这个波降低1443 左脑右脑降低1217这样 他的自力神经很低心跳很快 然后我总结一下他的这个自力神经的变化 好大家看哦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心跳第一天 2015年4月20号心跳 好这边心跳116 116 体温完氢变成100 第三天心跳变87 然后那个吸完氢变79 然后他的自力神经活性6的 吸完氢变16 第三天变23 正常是24 交感正常221他是10 吸完变35 第三天变282 总能量呢 正常314 他第一次18 我们叫气若有失行 心跳很快 第三天变300多 这个人他三天后 我们跟他测那个余气 就没有睡眠呼吸种植 三天三天 这个不是开玩笑 有实证有证据的 后来一年后呢 我在马来西亚再看到他 我问他好了没 他说好了 没有睡眠呼吸种植了 药也没再吃了 因为他不会骗我嘛 后来我就问他旁边他太太 他说我可以作证 他没有打呼 连打呼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标准的 很典型的这个案例 好这一集就讲到这边为止 欢迎大家 谢谢收看 欢迎大家看下面一集 细胞内酸种植